歡迎大家收看 世界越來越爐 在今天我們直播這個時間點 6月20號 我們看到這個網上 各式各樣的視頻 啟發各個的角度 讓大家看到了世界的全貌 這就是我今天的標題 就是菲律賓被暴走 在南海被暴走 打得好彩 然後我就看到 下面一大堆留言 大家都在歡心鼓舞 大家都在慶祝的一個概念 覺得說中國大陸 早就該硬起來了 那時間是6月17號 6月17號菲律賓在南海挑釁 說要運捕仁愛礁的破船 結果被暴打了一頓 但是我們先還原一下時間點 我覺得非常有意思的是說 在6月17號事實上 從早上4點多就開始 大陸海警的微博 連續發了好幾條的快訊 第一條快訊是 今天4點43分 那就告訴大家 大陸海警依法對菲律賓 船隻採取了管制措施 第二條是早上的6點54分 然後再過來 第三條是早上的5點59分 最後一條就告訴大家 有發生了碰撞 所以你就發現 大陸是蠻公開透明的 這件訊息 在事情發生的時候 它立刻在微博上發表訊息 但這訊息雖然非常簡短 但告訴大家 什麼樣的狀況 在哪裡 什麼樣的情況 全部都講得清楚 但相較於菲律賓很有趣 6月17號清晨被暴打 但是到6月19號 才開始大聲哀嚎 中間大概有 將近兩天的沉默 為什麼 正在跟華府寢視當中 我想的也是這樣 怎麼回應 對 對 對 而且被打傻了 一下打懵了 被打懵了 他沒想到中國大陸海警 這麼勇猛 你可以看出來那個氣勢 氣勢過人 你看中國大陸是海警 你看到菲律賓的 你近看 菲律賓在他們那個快艇上 全部是特種兵 全副武裝 他這一次是準備搶攤的 去了六艘 然後中間有一艘 還把他那個玻璃 就是說那艘船 他那個玻璃部分 都改成鐵的 外面都包了鐵的 就是說不讓中國的海警船噴 所以他這次是 等於說是 我覺得是準備來一次 這種特種兵式的 攻擊行動 介老師講到了第一個重點 就是我們看到 大陸在處理這方面 過去幾乎都是用海警 這次也是用海警船 但菲律賓出動的是軍隊 而且是特種部隊 特種兵是美國人幫他訓練的 所以這個特種兵真的 我覺得也是怎麼講的 塑膠做的 我們台灣人講塑膠做的 這個還手餘地都沒有 對完全還手餘地都沒有 不過我就聽 你看我們現在看畫面 我是聽了他的聲音 我是其中有一句話 一直在重複 就Put your calm down 把你的槍放下 所以他們是拿著槍指著中方人員 可是他不敢動 因為這個東西他一開槍的話 那中方一開槍他就被全肩 對 因為還有的報導 我看到中方是說 現場的描述 菲律賓還架著機槍 船上還架機槍 他不敢開槍 對 最後被沒入了 八個M4步槍 現在菲律賓要求要還槍 下面很多網友說 被爆打了還要賣慘 對 菲律賓的 這個整個的他這次的文宣 他本來準備好像有一個勝利的 這一次最大勝利 他的特種兵去搶灘 六艘船 結果真的被爆打 而且還現在怎麼講 還有拇指也斷了 我看菲律賓的司令 還給他躺在病床上 給那個拇指斷的 這位元凶 八名士官受傷 其中這一位 他其實我看到是斷兩個 應該是斷兩個指頭 當然拇指跟食指都斷 得到了一枚凶章 得到一枚凶章 當然他本身不是重點 重點是我們看到 七位士兵被打傷 八支槍被沒入 然後這個船 非方指控 中方還用刀把他給刺破 因為它是一個硬殼的充氣船 刺破 你怎麼看 這就是給你一個教訓 就給你一個嚴重的教訓 而且現在是團團為主 那也就是說菲律賓 他除非下一次 他再提升他的這個 他的這個所謂的 他的這個試探性的強度 要不然他現在這個戰法 這一次等於說 被完全肩打 打敗 然後呢 對一個任何一個軍隊來講的話 武器被繳械再送回去 真的是太沒面子了 真的是被繳械 被繳械 太難看了 你看他從上面撥水 他只敢撥水 他不敢開槍 這個時候我們就要問 他為什麼不敢開槍 也就是說他如果開槍 中國大陸回擊的話 事實上我想這些 所有菲律賓特種兵 大概都回不去了 就葬身海底了 對不對 那就是你先開槍的 所以是自衛反擊 對不對 所以就變成就是說 我想菲律賓 他們基本上完全出乎 他的預期 他以為他這一次 哇 特種兵又有槍 中國大陸總要讓吧 沒想到這是 中國大陸最強硬的一次 對 他這次 他是要來這個仁愛交做運捕 過去運捕都是生活必需品 對不對 他都是動用木船 這次不是喔 他是一個硬殼的 剛制的一個充氣船 那就是說他的規模 各方面都提升了 然後你就會看到 運捕的不只是民生物資 還有槍 還有槍 所以跟他之前的講法 都不太一樣 我這邊因為這個畫面 一直在動 大家可能看不清楚態勢 其實菲律賓出動了六艘船 其中被暴打的是這一艘 那大陸出動的是 海警21551號 那旁邊的我們看到 還有兩艘大陸的小艇 那還有一艘大陸的漁船 這個漁船今天很多人注意到 上面的真的是漁民打扮 附近應該是有很多大陸漁船 那中間被夾的 就是這一艘菲律賓的硬殼 充氣船 那最後他是被刺破 所以這個態勢 大家就看到 完全被包夾在中間 他是真是一動都不能動 動不了了 就完全把他圍起來打 圍起來暴打一個 然後上船 大陸你看那個穿紅色 橘色已經上船了 上船就零檢了 登船零檢 你知道這個菲律賓人 這一次真的是打懵了 然後他們報導說 菲律賓的部隊 徒手跟中國大陸 怎麼樣進行這個 就是說進行戰鬥 徒手 這個細節我要問一下 這個介老師 因為他們指控是 中方帶了斧頭 刀啊 劍啊等等 就好像回到了原始社會 為什麼 就是雙方的一個自治嗎 我覺得這有點讓我想起來 就是中印邊際的衝突 中印邊際衝突是 兩軍都已經講好了 就是說大家不用熱兵器 用冷兵器 所以我不能說 我在想會不會 中國大陸也跟菲律賓講好了 我們不要用熱兵器 你用熱兵器的話 我就用熱兵器 要不然我們就用冷兵器 所以飛方一開始架了機槍 把槍瞄準中方人員 就是一個虛張聲勢了 他不敢打 打下去的話 你看這邊你被包圍 你還敢開槍嗎 你一個部隊 你一看你被包圍的話 你就準備 你準備準備器械逃亡了 對不對 這一次就是被 中國大陸暴打 而且你看大陸那個船 衝上來的時候 拿斧頭的那一位 那一位那個害 就是說 這個所謂的海警 非常非常英勇 對 然後身邊 我聽到的聲音就是一直在喊 Put your gun down 把你的槍放下來 就是一直叫警告菲律賓 所以菲律賓是特種兵 慘敗於大陸的海警部隊 這個也算是世界戰史上的一個 值得大書特書的一頁 還有很多網友都在細舊說 那兩根手指頭 當然是怎麼斷的 大陸的講法是 兩個船僵的時候 他手在那邊被假斷 他指控說是被砍斷的 所以照理說這個畫面 講實話也被砍斷的鏡頭 大家找了個半天 就沒有看到 每個畫面放大來看 合理的解釋 可能就是因為 在這麼近的碰撞當中被夾斷 他是說菲律賓的報導 他說有大刀 也有刀 也有短刀 他是說大陸有用兵器 不過整個他的 特種兵的船 就是說硬核這個礁底船 這個完全被大陸的 這個海警船的人員登艦 然後把他的武器 收走就帶走了 然後他的船也把他戳破了 所以菲律賓後來把他們的船 就是說拖回去了 所以等於說這一次 菲律賓是受了一次教訓 那大陸也就是說 完全沒有示弱 基本上大陸外交部的發言人講說 大陸的執法專業而且客製 對 那菲律賓也特別講了說 大陸認為他們是很客製的做法 那菲律賓這一次我覺得 這個基本上啦 我覺得現在就在等美國人一句話 這個菲律賓所以過去這麼囂張 就是一直在講說 他跟美國有共同防禦條約 那共同防禦條約 我很記得蠻清楚的 美國國務院官員也在講 菲律賓的軍人 公務跟軍事艦艇 跟遭受攻擊 就會啟動 美飛共同防禦條約 那今天這不是菲律賓的軍人嗎 是啊 不是菲律賓的軍事艦艇嗎 對不對 上面的武器都被大陸海警 給你沒收了 大家就睜大眼睛看 美國會怎麼做 到此刻為止 當然美國盟友有六國 都表態了對不對 包括加拿大 包括英國等等之類的 都說是大陸的不對 那另一頭美國副國務卿 也跟菲律賓的副外長通話 那講的話也是 美國有義務保護菲律賓 好像就是一句話 就沒了對不對 所以當然這個時間點衝突 是6月17號的清晨 大家別忘了 6月15號是大陸海警3號令 正式上路 那兩天之後衝突立刻爆發 所以這次是一個 教科書式的一個示範嗎 在這個新規定上路之後 以後你菲律賓再亂來 就是這個下場 我覺得大陸已經 甚至已經準備好 更升級的衝突了 更升級 更升級的衝突 那基本上 這個基本上都知道 就是在考驗美國 這基本上菲律賓 完全是靠 拿著就是一個 美國人面前的一個 一個小工具 那基本上這一次活動 結果我看菲律賓的媒體 去訪問一個美國的專家 他這個專家避重就輕 他說這種事情發生過很多次 在海上上衝撞 發生過很多次 然後這一次呢 這個衝突原因是如何 他第一個 必談美菲共同防禦條約 第二個他一直講 這個是過去經常發生的事情 然後美國支持這個地方 是屬於菲律賓的 就講到這裡 那菲律賓事實上 我覺得他的官方 也不敢去談什麼 美菲共同防禦條約 他的官方到現在都沒有談 對 他包括他的外長 一過去這種 這種非常非常激烈的言論 這一次我發現 他們言論上都很克制 也就是說已經在做一種 怎麼講 一種避免事態升高 損害控管 就是說把這個事情 講得太嚴重的話 事實上的話 他自己會怎麼講呢 把自己送到那個局裡面 那人家就說那你要怎麼辦 對不對 所以他不能把事態 講得太嚴重 所以事實上的話 這件事情17號發生的 中國大陸先發布新聞 中國大陸官方的新聞稿 是說登船零檢 就是說依法驅離 執行專業而克制 對不對 那17號發生了嘛 18號沒事 19號新聞才出來 對這個中間要菲律賓的話 這個也是很稀巧 而且很多這些影片 是中國大陸提供的 中國大陸提供的 然後呢這些菲律賓 他們這些人員 都有帶這個密錄器 帶著密錄器 照菲律賓過去的做法 就準備大作文章 這次準備宣傳說南海大捷 菲律賓南海大捷 結果沒想到南海大敗 密錄器也被大陸的海景 給沒收了 一起沒收了 所以很多影片是中國大陸提供 可能是 可是是菲律賓的 密錄器立出來的 那所以你看這個就是 菲律賓的 菲律賓的角度 他們的角度在錄的嘛 對 所以就變成就是說 我覺得這一次 中國大陸是雙管齊下 最後把這個事情 就公佈出來 讓你馬克思你看看 你要再往繼續走下去的話 這衝突更大 對你馬克思在菲律賓 你的那個統治地位 有什麼好處 今天就是賣慘啊 就是我被暴打啦 來就是找了六個國家 來幫我一下 那我覺得最好笑就是說 你這個特戰部隊 又帶著槍又帶著機關槍 你為什麼要徒手跟人家戰鬥 全部被繳械 對你還徒手戰鬥 那還說菲律賓特種部隊 徒手戰鬥 那不是很好笑嗎 我看網友講得也很好笑 就是手指頭自己被夾斷了 講沒面子 只好被砍斷了 不過我覺得大陸這一次 第一個啦 應該情報掌握得蠻清楚的 就是說在數量上 遠超過菲律賓的數量 那另外一方面 我想這個動手的力度 你看那個在執法的時候 已經跟過往完全不一樣了 過往中國大陸是大船在你旁邊 就把你把你推走用水炮 這一次這個一線的戰鬥人員 那個都是有經驗的 都是非常有經驗的 處理這個海景 而且非常的強悍 而且那個氣勢很強 那個完全出乎 菲律賓的那個意料之外 所以菲律賓過去可能認為 中國大陸不敢動手啊 它就越來越囂張 我想經過這一次以後 菲律賓會整個 它的做法會改變 那它沉默了一整天 不曉得怎麼回應 那我認為這個沉默的一整天 我覺得就是美飛之間 正在密切地協調 美國到現在沒有任何強硬的說法 美國也不想把這事情鬧大 為什麼 美國怎麼會因為 菲律賓跟中國大陸 真的就兩個海軍就怎麼樣 就對立起來 它連重話都不願意講 那更不要說採取行動了 附近都是美軍啊 最近這個17號 這個美飛澳日軍演 臨時軍演就在菲律賓 就在菲律賓海附近 那美軍軍見到去了 我覺得如果要下個 驚悚的標的話 就是四國在這裡 就眼睜睜地看著 菲律賓被暴打 對啊 那只好假裝就說 其實沒有被暴打 其實菲律賓這個特戰部隊 還非常英勇的 非常英勇的空手反抗 整個事情往喜劇的方向去發展 美國也沒有把這件事情 講得很多 很密切 這個美飛共同防禦條約 這六個字沒有被提起來 美國不讓菲律賓提 但到此刻為止 我覺得看到了大陸 對於海警 還看到了中國的決心 特別是這個海警三號令 在當初公佈實施之後 引發了很多的一些討論 那大家都在看 上路之後會怎樣 那我們之前在節目中也說 我包括季老師都覺得說 應該會有事 對不對 會動手 就果然 不過當然還是因為 菲律賓先開始 先挑釁 所以這個海警三號令 上路之後南海的情勢 會急劇惡化 急劇升高嗎 還是說會暫時清靜一陣子 一定清靜 這個菲律賓這種國家 只有用這種手段 對 而且你要去試探一下 美國跟菲律賓的這些 所謂的美飛共同防禦條約 它的這個有效性 你就要去試 你一試的話 菲律賓它就心裡撫揮 菲律賓所有這些行動 基本上就是什麼 忽加虎為 就是靠美國 美國如果沒有給它 強力支持 它立刻它就退了 就是這麼現 就是這麼實際 所以這一次它六艘船來 今天其實說 還有這四艘船 飛方的說法是 被中國大陸挾持 後來經過交涉之後 就這個放回來 那時間應該是很短 不知道有沒有這回事 那這次這麼大的行動 又帶了槍 又是武裝部隊 美國事前應該知情吧 我覺得美國應該知情 它一定跟美國 有密切的協調 可是美國基本上 就是你自己去 你菲律賓去 出了事情 我想就是說 這一次中國大陸 這個強硬的執法 基本上是出乎 菲律賓的意料 也出乎美方的意料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你看那個斧頭 拿出來的那個架勢 那個非常有震撼性的 然後是船盤為主 那這就展現實力 我認為真的 動槍動炮也不是不可能 你知道在南海 中國跟越南打過兩次海戰了 對 有一次海戰是雙方人員 也是就在海面上 就開火了 對 所以這個決心有了 新規定也已經有了 對不對 那當然中方絕對不會先動手 就看菲律賓 還要不要再鬧騰下去 那大陸也做好了準備 在海警3號令 15號上路之前 在央視的12號報導 這個解放軍不是在這裡 進行了一個場演習嗎 包括三艘萬噸級的055飛彈驅逐艦 還有一艘是052C飛彈驅逐艦 多型的主戰艦艇 都到這裡來進行了 六天五夜跨昼夜 長航時的實戰化訓練 三艘055這個陣容是蠻罕見的 哇 太恐怖了 非常罕見 一艘有112管垂發系統 對 垂發基本上它可以打英級21 英級21是航母殺手 而且是超高音速的 所以1500公里之內 你這些航母都小心 所以我們合理判斷 在衝突發生的同時 055就在旁邊吧 我覺得這個完全布局好了 你現在回過頭來 你看完全布局 先兵礁071 已經在那邊演練了 三艘大驅下來 055大驅 這個戰力太恐怖了 對 太恐怖了 然後呢擺好架式以後 這個東西站在外圍嘛 然後海警就直接 跟你的菲律賓的特種部隊 就把你怎麼講 痛打一頓 看你菲律賓怎麼辦 你要升高就升高 因為這個東西 就是意思就是我不怕升高 對不對 我過去對你客氣 我用水砲打打 我這次怎麼樣 我這斧頭刀劍通通拿出來 然後就上你的艇 把你東西通通 給你該收的收 該沒收的沒收 船幫你砸爛 你怎麼辦 菲律賓怎麼辦 菲律賓是不敢吭氣 現在就是看你美國怎麼辦 你美國該怎麼辦 現在就看美國 我就問一下傑老師 如果美國沒怎麼辦 你覺得菲律賓會如何 就鼻子摸摸就算了嗎 菲律賓就摸摸了 你覺得那個賴清德心 會不會涼呢 賴清德 賴清德他的宗教是台獨啊 對啊 他的信奉的宗教是台獨啊 他還繼續搞啊 耐清德不會退了 對 那除非 小馬可士也不會退吧 小馬可士很難說 很難說 對你看最近 他跟杜特蒂的關係 已經破裂了 杜特蒂的女兒已經 已經正式怎麼樣 退出他的內閣啦 這個是一個大動作 我覺得馬可士我覺得 他如果說這些影片出來的話 所以他為什麼他不 他18號整天都在沒有聲音 他這些影片出來的話 菲律賓人不是看到 中國軍隊的怎麼樣多強悍 他是看到那個菲律賓的 這個軍人這麼的懦弱 太懦弱了 這麼懦弱 這麼不堪一擊 對不對 特戰部隊又是 其實給的算是蠻好的船 對 他們裝備是很好的 完全被全滅 全滅 全滅 所以我覺得馬可士 你不要說他的聲望會上升 我認為他的聲望會下降 會下降 會下降 對 他這個等於說 第一個 你本來就惹不起中國大陸 你去惹什麼惹 對不對 然後真正衝突一下 然後菲律賓 徒手跟中國的海警隊戰鬥 你 都還沒動手 手指頭就被夾斷了 夾斷了 然後槍也被人家繳了 所以我覺得真的是黏綿盡絲 人愛交的破船 應該命運就註定了 等著哪個大風來就自己解體 現在加固什麼都是不可能的 他再去做文章的話 他要提升 對 因為大陸外交部 這個零件發言人也特別講 菲律賓都說要運捕的是民生物資 但是後來發現的不是加固器材 要不然就是武器 那當然這兩個是不允許的 好 最後一點時間 我再問一下介老師 就在大陸新規定生效的當天 菲律賓向聯合國 遞交了一個申請 就是大陸價從200里 延伸到350海浬 你怎麼看 沒有用啊 你就1000海浬 你沒有實力的話 也不是你的 海上的一切東西 都是靠實力來的 所以六國的聲援也沒有用嗎 沒有用啊 沒有用啊 你加拿大在那邊叫一叫 加拿大敢派軍電嗎 他跑得更遠了 美國軍電在哪裡 也都是內宣的一環 對 其實我覺得就變成就是說 真正大陸這個是很清楚的一個訊息 就我下決心了 你跟我講美日安保條約 美飛安保條約 共同防疫條約 那我知道 我照做 看你美國怎麼動作 基本上是 我覺得這個是 打的是菲律賓的那些 指的是美國 就看你美國怎麼辦 打菲律賓給美國看 對 現在最尷尬是美國 現在美國就變成就是說 他就裝傻了 美國人會裝傻 而且我相信全世界都在看 美國會怎麼處理 基本上就是打 打給美國看嘛 看你要怎麼辦 你不是這麼英勇嗎 天天替別人出頭 那看你要不要出頭 你要不要替菲律賓出頭 現在就等美國 全世界都在看美國 那你美國你看 你拜登 你拜登你還要選舉了 你選舉都出現了那麼問題 還要叫菲律賓在那邊挑事 那現在就怎麼樣 這是半攤牌了 那如果菲律賓再升高的話 那就中國大陸 三艘055對不對 071兩棲攻擊艦都在水域 那就看誰的實力了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這是一個 已經是一個關鍵性的轉變了 那對美國來講 就變成亮劍 不是亮劍了 已經要出手了 泰式還會往上升高嗎 我覺得短期不會 菲律賓不敢 菲律賓就靠美國 美國會考量的 這個時候我覺得 美國的國防部長 一直在打電話給董軍 打給董軍 打給董軍 說不要這樣不給面子 你這樣搞 我很難過 我老闆這個選舉 還要不要選 董軍說已經給了面子 才能把手指頭 對啊 奧斯汀也很難過 也很為難 對不對 那對中國大陸來講 這是我核心利益 這是我領土完整問題 你美國你的領土在那 十萬八千億 你自己看怎麼辦 你要打 要打就奉陪 這已經不需要講了 就是已經一巴掌 打在菲律賓的臉上 可是有幾個手指頭 已經打到美國的臉上 看你美國怎麼回應吧 這是很清楚的 那個打法 我也是看現場的 那是很激烈的 非常震撼 很激烈的衝突 而且是軍事衝突 因為17號的時候 只說是登船檢查嘛 大家這個腦袋跟這個畫面 聯想不到一塊 到今天一看不得了啊 今天是這樣的一個狀況 這個西方媒體說 中國的海警 對菲律賓的部隊揮舞 揮舞斧頭 揮舞斧頭 注意到菲律賓是部隊 而且菲律賓我一看是 全副武裝的專業部隊 特種部隊是有很高戰力的 機槍也有 步槍也有 灰頭土臉 你看那個它裡面的船上的東西 中國大陸一個勾子 你勾過來 對 根本你就是 你就是進入到中國的領域 最後一分鐘一個小亮點 今天很多人注意到 你們中方的那艘小漁船 你怎麼看 這是中國大陸就是說 這是我的水域啊 對不對 漁民為序 我的漁民就是在這個地方 對啊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大陸已經 想好了很多招勢 這是一個決心的問題 而且我覺得就是說 菲律賓這一次這個行動 我覺得事先中國大陸已經掌握了 事先已經掌握了 你一艘運捕船 派六艘這些硬核的 這些硬核的這種橡皮艇 作戰的 然後配合它的這個 所謂的這一些 這一些特戰部隊 我覺得中國大陸 根本就是等於說 嚴陣以待 你正好就瓦中作別了 對 這次真的是瓦中作別 那個菲律賓不堪一擊啊 對 但整個過程透露出一些 黑色幽默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吃了兩三天 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益生菌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你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沒有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推薦碼有額外的折扣喔 好朋友們你也有睡眠困擾嗎 推薦您太陽星全校克菲爾醫生菌 幫助您睡得好美麗更加分 即日起至6月30日 三入組限量送隨行果汁機一入送完為止 更可搭配快點go618狂歡年中慶 全廠消費滿千就送百 最高回饋618元 現在買最划算 再加100元就能夠超值加購 中天文創經典商品 一起來快點go線上歡慶 享受絕佳購物經驗吧